前面一节课呢 我们实现了标签的云函数 我们如何去处理标签页的所有数据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去实现右上角的一个编辑操作 当我们再去点击编辑的时候啊 这里会变成一个可编辑的状态 我们去点击标签上面的小插号的时候呢 标签会到下面来 当我们去点击下面的标签呢 我们选中的标签会回到我的标签里面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保存 就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去显示我们选中的这些标签 那么我们就去给它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要去写这个编辑按钮啊 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找到Home Label 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标签页里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在编辑上面去给它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我们点击事件叫Edit Label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方法里 在这里去给它注册一下 那么当我们去点击编辑的时候呢 我们编辑两个字会变成完成 当我们点击完成的时候呢 我们完成两个字呢会变成编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需要一个中间编量 我们叫Ease Edit 我们给它一个False 然后我们在哪里呢 我们在编辑这里去给它处理一下 当我们的Ease Edit 等于处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显示什么 我们应该显示完成 因为它是处于一个可编辑的状态 否则呢 我们就给它去显示编辑 然后我们拿到中间的这个编辑量 我们再去我们的事件里面去给它处理 这样我们保存之后来点击一下 当我们去点击编辑变成完成 点击完成变成编辑 同时呢 我们在去编辑的时候 下面的标签就是我们的小插号 会进行一个对应的变化 我们初始啊 未编辑状态呢 就是不是编辑状态下 它是不显示插号的 只有我们在去编辑的时候 就处于一个编辑状态 我们的小插号才会显示在这里 所以我们同样需要拿到我们的中间编辑量 然后到我们的什么地方呢 我们的icon 就是我们的小插号里面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判断 为if 把我们的编辑量放在这里 就是当我们 isEdit是true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去给它显示我们的这个小图标 来试一下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在我们是一个没有编辑的状态 它是看不到的 当我们去点击编辑的时候呢 小插号出现了 这一步完成之后呢 我们去处理一下它的数据 把我们上节课实现的云函数呢 我们在这里去调用一下 拿到我们的标签数据 然后给我们渲染到我们的阴命里面 GETLABEL 怎么写呢 这是$APM.GETLABEL 这是我们之前实现的一个GETLABEL的一个APM 这个APM呢 在我们之前的 index 在这里我们去实现过一次 就是我们的这个APM 可以去调用我们标签的数据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点 写上一个回调 我们去把RES给它打印一下 同时呢 我们这里是不是要传入一个参数 之前我们写的云函数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找到我们的GETLABEL 在这里 这里我们是不是给它传了一个type type呢 是OUT的情况下 会返回我们所有的数据 所以我们这里就给它一个type type是什么呢 type就是OUT 然后我们去给它调用一下 在我们的UNLOAD生命周期里 Z4.GETLABEL 直接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的CROOM里 我们刷新页面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能够拿到我们所有的标签数据了 拿到我们的数据之后 可以看到数据里呢 是我们之前处理好的CREATE一个字段 字段TRUE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我们上面的我的标签 然后看一下其他的 这里CREATEFALSE呢 表示的是一个推荐标签 这是我们上节课去处理的一个新字段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变量呢 去把它渲染到我们的阴面里 首先我们应该去给它两个变量 去保存我们的数据 首先是我的标签 我的标签里面我们叫一个 LABEL LABEL LIST 给它一个空数组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叫LIST 我们去保存下面的标签推荐里面的数据 然后回到我们的这里 我们先获取一下我们的数据 数据在哪里存的呢 在我们的一个DATA里 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出来 拿到数据之后 我们怎么处理呢 Z4.LABEL LIST 等于 它要等于什么呢 我们要去处理 拿到CREATE是TREW的所有数据 那么我们会用到一个数组的方法 叫什么呢 叫FILTER FILTER给我们返回了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RETURN什么呢 RETURN CREATE ITEM.CREATE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去返回ATEM.CREATE 就是我们CREATE字段 是TREW的所有的数据 其他的数据呢 我们会过滤掉 同样的方法 我们给我们的LIST 也去实现一遍 直接把上面这段话 我们给它复制下来就行 复制下来之后 条件不一样了 下面的数据取的是什么呢 取的是CREATE 是FORCE的所有数据 所以这里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反 来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变量 去给它渲染到阴面里面 渲染在哪里呢 这里 我们之前循环的 首先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给它改造一下 这里有一个ITEM 然后呢 会有一个INDEX 然后加上我们的K K什么呢 K我们就ITEMID吧 我们把这个ID 当作我们的K 可以保证我们的数据是唯一的 K不会重复 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就ITEMNAME 保存一下 然后下面的我们要去改一下 这里是啥 这里是个LIST 对吧 然后同样的 我们ITEM 然后给它一个K K就是ITEM.ID 把标签删掉 然后ITEM.NAME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刷新一下 数据没有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写错了 这里我们为什么要用它呢 我们应该是用DATA 对吧 保存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数据已经正常的去渲染到我们的页面里面了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编辑 然后我们可以去编辑 现在我们要去做什么呢 就是在点击插号的时候 我们的标签呢 会移动到下面 在下面我们去点击 它会移动到我们的上面 所以我们要去给我们的标签 去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去处理我们的这块的逻辑 在哪里呢 在这里去给它添加一个click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应该是给我们的小图标去添加事件 不是我们的标签 只有我们去点击小插号的时候 它才会去执行 但是点击标签的时候 它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放到下面 放到我们的图标上面 放在这里 那么它是什么呢 我们给它个DEL 删除 然后传一个index 把我们当前标签的一个下标 传给我们的方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下标呢 去获取到我们当前是点击的哪一个标签 然后我们来保存一下 同时呢 下面我们还要去处理一下 这个我们就需要把事件 放在我们的标签上面了 我们给我们的标签呢 去加一个方法 add 给它一个add 同时呢 我们会给它添加一个index 然后我们去处理一个add和一个del两个方法 我们在这里处理一下 先是add 给我们传进来一个什么 给我们传进来个index 同时呢 这里有个del 也给我们传进来一个index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当我们去点击这个插号的时候 是把我们当前的标签呢 去给插入到下面这个数据里面了 它相当于是把当前你点击的标签呢 给它push到我们下面的标签里 下面的标签同样呢 是做了一个反向的操作 就是把下面的标签push到上面的数组里面 所以这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我们直接在add里面 直接试试给谁呢 这是.label 应该是list 我们把它添加到list里面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push push谁呢 是不是label list里面的某一项 哪一项呢 index这一项 然后我们删除呢 删除同样的操作 再次点label list 然后给它push一个list 里面我们点击的某一项 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功能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编辑的时候 我们去点击这里的插号 你看到快插到上面了 我们这里两个方法 我们给它去写反了 我们给它改一下 换一下位置 这样的话应该就对了 刷新之后 我们点击编辑 点击插号呢 可以看到下面给我们插入了一个 同时我们再点击 点击下面的 上面可以给插一个 但是插完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当前点击的这一个 没有去消失 上面呢 同样我们去点插号 它也没有消失 同时会给我们报个错 是因为我们的id重复了 所以它会给我们报这么一个错 就是我们的k重复了 所以我们应该在点击的时候 把对应的这个标签呢 我们去给它删掉 删掉我们怎么做呢 那就直接 this.list this.list 我们去这里删除 第index 然后长度是1 我们去把我们的数组给它删掉 同样呢 下面是 this.table list label this.list index 1 我们删除 第几项 我们的删除的长度是多少 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chrome里刷新页面 然后我们去点编辑 然后点小插号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上面的标签没了 下面会给我们新增了一个 同时我们点去下面的呢 会给我们添加到上面 这样我们的功能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去刷新页面 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哪怕是不点编辑 同样我们是可以操作的 所以我们要去给它加一个编辑 条件 就是让我们在只有点编辑的时候 我们才能去进行一个删减添加的操作 那么只需要在我们的条件里呢 这里我们去写个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this.list edit this.edit是处的时候 我们才能去进行操作 否则我们就给它retend掉 直接结束后面的操作 我们这里呢 给它去添加一个探号 我们只有是在编辑的创作 现在我们再去点击的话 它就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了 当我们去点击编辑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操作